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集讲过头鹿尾鹿 很多人都会想想四驱又如何 四驱的情况是复杂一点的 因为你想想当年由尾鹿转去头鹿 都搞这么多东西 如果再做四驱就更加复杂 的确是复杂的 因此虽然你说世纪初 那些汽车工业最蓬勃的时候 什么都有人试 但试归试 真是大量使用 其实不多 真正有需要用四驱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 军车可能经常要经过那些没有铺装的路 根本上就是翻山越岭 又或者要附很重的东西 我们知道四驱由四驱去分布动力 它有两大优点 第一就是其中有一些驱线态 另外一些驱线都可能会走 可以脱困 第二就是当我的引擎很大动力的时候 如果用两个驱线去释放 可能车胎或者地面和车胎之间 都提供不了足够的运动 所以四驱就能帮到手 因此最早期四驱大量使用 都是越野性的四驱 这一种四驱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遇到困难 我要脱困的时候 我就四驱络死它 慢慢走 熬过了之后 我去到走回正常的路 我就会脱掉它 让车可以走回快些 为什么不可以四驱一起走 都走快些呢 我们以前都说过 当车转弯的时候 其实四驱都走出不同的速度 如果四驱是用一个光性的接触 令到它的头尾速度一样 一转弯 那头尾驱速度不协调 就肯定线态走不了 这种装置 是可以有需要的时候 我就用四驱 没有需要的时候 我就走回两驱 而走四驱的时候 是头尾驱的速度一样 这种我们叫做 part-time 4-wheel 是越野四驱的一大种类 以往 这种part-time 4-wheel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一用4-wheel的时候 头尾驱速度 就是一致的 想走快些都不行 但是翻山越岭 就是一流 那 除了时代进步 现在这一类的 part-time 4-wheel 都发展到 就是 头尾驱速度 都可以不同 就是它有个中叉 线的时候 也会关上它 这个是有一样 司机可以选 两驱四驱 这个是早期的 四驱的一大的设计方向 成功了之后 那些人就想一下 原来四驱 真的可以 那它的优点 我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用呢 尤其在70年代 内燃机出现了一个大突破 就是那个turbo 但是那时候 又不是有这么多电子的 稳定系统 那你力量这么大 两个车释放 不得了 车态又没有那么漂亮 那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 越野赛 或者是长地赛 这么大马力 有人就会想一下 如果我有四驱 那就很好 多了两个车释放 这些高性能 高速的四驱 应运而生 但是这种turbo车 它是全时间都有动力的 是应付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设计 最早期的 就是四驱有动力 那一定有中叉 不然车不能转 不然车不能转 但是中叉 它一锁 就锁住了 那时候早期的中叉 通常都是用 Toxen Helical 一锁就锁住 那后来发展到 这种四驱 中叉 锁得来 就是漸进的 而这种漸进 用这种多叠式的锁盒 也有两种不同的设计 一种被动式锁盒 它有一个叫做 Viscus coupling 你滑的时候 它就锁住了 你不滑 扭回直肠 四驱一样的触度 不滑 它就放松 就继续让 Open Differential去做 那后来 再有点叻一点 就是主动 用一些液压 去调节那个压力 可以做到 我想要锁多少 不锁 锁实 都做得到 这种full time forward 四驱就流行了很长的时间 仍然有些车厂 是坚持认为它是最好的 譬如说Subaro 一直都坚持full time forward Subaro的four wheel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它号称叫做 SAWD Symmetric All-Wheel Drive 因为它和引擎本身是打动摆 就和一些横置引擎的车是不一样的 它的动力那条路 就不需要经过横置的波箱 转几个弯才可以去到那条直濕 它就直接引擎出来 给这个波箱 就顺便可以出一条轴去到后轴 将中叉放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它可以用一个普通50-50的中叉 它也可以用一个前后动力 不同比例分配的恒星次中叉 Depends on不同的型号 还有一种四驱是on demand 比如举个例子 我的车本身是头车车来的 我把它变成四驱 有一条轴去车尾 但这条轴平时是没有动力的 如果遇到线态的时候 我就会因应viscous coupling的相对速度 产生热力就锁住它 这种做法是怎样的呢 经济实惠 它是被动的 早期刚刚开始流行有SUV的时候 都挺轻硬的 比如第一代的Honda CR-V 就用这个方法 这种方法简单 但不能够照顾所有的场合 所以后来的on demand 的4Wheel 就出了一些比较好 比如说利用感觉 利用电子感应 知道车的快速 我就会主动给动力去后车 在市场上 一般的民用车 除了那些超级高性能的跑车之外 很大部分的 都是用这种主动动力分配的on demand 这样去做 相对于全市四驱 这种on demand 早期分别就是 它始终需要反应时间 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 这种时间越来越快 所以差距就越来越小了 4Wheel Drive 大家可能会听过很多的名字 或者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 All-Wheel Drive 4Wheel Drive 有些东西用自己公司 创立的一些市场上的名字 Quattro 4Motion X Drive 等等等等 我们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了解它呢 其实来来去去就是 看回我们刚才刚才说的 几大类的分别 这边来到这里 我们就要找数 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会说一说 四驱系统里面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 Tock Distribution 有些时候我们见到 它有五十五十 又或者前面四十 后面六十 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做得到的呢 或者是真的假的呢 我们老一辈的人开车 前期的四驱 初步开下去就是转弯 弯三起步可以早些 因为四个车分布动力 但是整个感觉 整个感觉 那个动态 甚至乎激限内临的推头 哎呀 其实跟头车 真的差不多 但是呢 去到一些高性能一点的四驱 我们就真的感觉到 咦 车尾是先走的 如果我们 简简单单的用一个 Bevel Gear 就是追形齿的中叉 理论上 头尾车 应该是 获得 一样的动力 平均分配 为什么可以做到 车尾会快些呢 甚至乎在宣传里面说 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给了 大部分的动力 给前面 或者后面 或者任何一个车 究竟怎样那么有趣 那么神秘的呢 我们试试解释吧 在最早期的世界 羽野赛呢 我们看到一些 Fallwheel的赛车呢 它们很多时候 都不太懂得转弯 因为最早期呢 它真的利用一个 50-50个中叉 然后发觉线胎的时候呢 它就用一个Toxin 中叉 锁住了它 结果那车就不懂得转弯 没多久呢 车厂发现了这件事 已经这样不太理想 于是乎 就有些新产品出了 我们以前在旧台试过 一架Lanser Delta Intergrani 一开上去呢 我们发觉 哇 车尾不懂得转弯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原因呢 就是它用了一个 恒星子的中叉 动力分配呢 是一边快点 一边慢点的 它就将快点的力 就放在后面 慢点的速度 就放在头轮 那么当然呢 它们如果两者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 那个差速是懂得分配的 但是呢 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将多一点的速度 就去到后轮 我们就会得到 后轮的动力 好像快一点 很多人呢 一听到这件事 就全盘接受 是啊 快点嘛 多一点速度 给尾轮 那尾轮就多一点动力了 但是如果 好像我这样呢 读过少少物理学 在这个 事情上 就会觉得很混乱 因为我们知道呢 你用一个慢一点的齿轮呢 是理论上得到大一点的扭力的嘛 那么快一点的齿轮的扭力就小了 那为什么 将快一点的去到后轮 后轮会多一点力的呢 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技术的十字路口来的 我们当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 好像 食神电影那个对白那样 明就不太明了 不过听起来就好像很有计 后来反复思考呢 就真的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来动力的分配呢 当车轮仍然是动力的时候呢 快一点那边呢 就真的会 carry 多一点动力的 那要解释这件事呢 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 譬如你想像现在一只大笨象 一只马 那大家知道 大笨象是好力一点的嘛 马是快一点的嘛 那如果你叫它两者一起去拔河呢 去拉一辆车呢 肯定有只大笨象会赢的 但是 如果你把那只马 和那只大笨象一起放在车头上 叫它去拉那车呢 如果那只马在右边的话呢 那车就应该转左了 如果你再把那只马放在后面 那只大笨象放在前面呢 那情况就有点像 用了动力分配中差一样 那只马呢 虽然力未必够大笨象大的 但是当它一起推动车的时候呢 那只马是想快那只象嘛 那也就是有那个 车尾走先这个傾向 所以呢 当那辆车 是未达到负荷 耿耗它用尽它的扭力的情况下呢 其实是 快点那边是获得多些主动权的 所以中差我们将快点那边给车尾 就会令车走快点 所以整件事的归根究底就是 torque distribution这个torque字 扭力分配这个terms 令人很多误会 就以为我用了万颜 我的扭力就会大一点 但其实整个车当它在动的时候 它未被撑死 未用到maximum torque的时候 其实是快点推动的车的动力是多些的 另外我们有时看到有些车 它未必一定用恒星似中差的 它是用一个普通的bevel gear中差 但是链上来近代的photo drive 都是车尾动多些的 究竟怎样做呢 其实就有些计划的 就是它将头尾轮的尾瓦的比例 调一调它就会得到不同的效果了 譬如我们早前试的GR Yaris 我查过了 它的尾瓦 后轮的尾瓦 是微微快过头轮 少少的 1-2% 譬如我们早前试的法拉里 在Poro Sangri 更有趣 它的头轮的尾瓦 就比尾瓦快 3% 所以 那辆车 如果它走四区 那一剎那 它有头轮车的感觉 其实纯粹为了稳定 因为那辆车去到五波以上 就只走尾瓦 那头轮 只是让你在山路 雪路 低速起步的时候 是帮一帮你释放动力 所以 它会给到你一个 头轮的动态 纯粹在尾瓦里调出来的 还有一个 就是 大家可能在一些 说明书 或者宣传广告里面 看到有些四驱车 它说它有能力 可以做到 那个动力 走来走去 其实 令到动力走来走去 除了 我刚才所说的 利用中差的比例分配 又或者用尾瓦的 不同的比例分配 去做到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我只要将 线态那边 那个轮 我 断掉它 动力就会走去 第二边 这个就叫做 Top Vectoring by Brick 以前 大家就觉得 这个是差事来的 因为 整个事情好像很慢 但是随着 电子科技越来越快 现在Top Vectoring by Brick 大家用一下 又觉得它相当不错 车厂做这件事的时候 成本就很低 因为所有的 ABS Bum Sensor ECU 全部都已经准备 只需要编程 我这边的线态 我搅着它 动力走到另一边 有这件事 我们可以引伸到 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 一些宣传 或者Catalog 它说动力 可以由0-100走来走去 譬如有一架车 如果我的车 头车是线态 是没有Traction 去顶到头车的话 那引擎的力 去到哪里 就真的去到尾车那里 即是那些极端的例子 例如我的车400匹 那 是不是说 我真的 如果三个车都线态 全部中叉 或者尾车锁住了 最后那400匹 去到最尾车那里 理论上 动力流动的Path 的确是这样 但实际上 400匹 应该出不了的 因为油车的400匹 就要有若干转素 才出到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一个车 承受不了那么多 可能去到8-200匹 那车 都开始是spin 开始出烟 那 所以呢 理论上 所有的车车 没有足够Traction 去Support 的时候 动力就会流去 有支撑力 所以我说过 你找回来的钱 就不是你的钱 你有本事 花出去的钱 才是你的钱 动力分配是一样 无论引擎 它透过中叉也好 透过Defensile 把动力传出去 但如果你那里 跌了到个洞 或者是线态 你没有办法可以 利用到那些力 那些力 那些力 就会走去 有本事 能够出力 那 电动车是怎样的呢 因为电动车的四驱 通常 它就会是 头尾分开摩打 即是说 如果我头车是线态 没有动力的话 尾车的动力 只是来自尾车的摩打 没有办法 头车的摩打 能够到它后面 所以就不会出现到 100%去到尾车那里 就不会 那你可能说 如果电动车的四驱 在非常极端的环境之下 K区的环境之下 就出不到像油车那样的效果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 电动车的摩打在很低转的时候 就出到很大力 我们刚才说的400匹 其实 油车的400匹 你如果遇困境的时候 其实那些力 是出不到它的车那里 但是电动车就不同了 它在速度最慢的时候 它的扭力是最大的 只要其中一个车 和地下的traction 是足够的话 那摩打 就绝对可以 够力将车脱困 说回四驱的未来 有了电动车 甚至乎没有电动车 有Hybrid 车头行引擎 引擎带动头 尾车就把电线过去 加个摩打 就已经可以做到四驱 由于四驱的分布 没有了以前的硬性规定 有一条传动轴 整件事简单了很多 所以可见的未来 相信四驱的应用 就会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简单 但是开车 就应该是 越来越放心 越来越安全 四驱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市面上的种类 就是五花八门 如果要详细每一款讲 是可能要讲很多集的 那我们今集的目的 就是希望 将基本原理 告诉大家 令到大家 懂得如何分析 去欣赏 不同的四驱设计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内容 欢迎留言 点赞 如果你还未订阅 记得快点订阅 还要按一下小钟 还有最重要 就是follow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